哥们儿 你们知道吗 鸭蛋可以很好的补充营营 你觉得放什么东西能把面包虫消灭一半呢 准备好了一万只面包虫 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盆子里 然后在盆子上面放了一颗鸭蛋 就当给它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一开始面包虫们好像对鸭蛋没什么兴趣 它们只是在盆子里爬来爬去 一点都不碰鸡蛋 我有点失望 觉得自己可能是浪费了一颗鸭蛋 但是我还是坚持观察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颗鸭蛋被面包虫们吃得只剩下个蛋壳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原来以为它们只吃面包 没想到它们还会啃食鸭蛋呢 它们拼了命地钻进这颗蛋里 你在外面看 几乎看不出什么情况 估计蛋壳它们不喜欢吃 找个蛋糕 估计蛋糕 是的 Entre课